4月3号首班湖北台商返台包机抵达台湾后 滞留湖北的雨千名台湾同胞仍未等到其他包机返台 反而被台湾移民署列如禁止管制入境名单 4号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称 已有上百名在湖北的台湾民众决定自费请台湾律师帮忙打官司 控诉蔡英文当局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限制人身自由剥夺他们回家的权利 2月27号台湾陆委会表示 基于防疫考虑滞留湖北1235人的名单交给移民署 针对滞留湖北的民众入境台湾多方掌握 同时要求民航局发函给各航空公司把关 中式电子报称为防止滞留武汉台湾民众以零星的方式搭机回台 台移民署已经对上述1235人进行登记 民航局也发函给各航空公司 要求除项目包机及金核准者不得搭载管制名单人员返台 东森新闻云称 返台名单变成禁止管制入境名单 成为压垮滞留湖北台湾民众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名滞留湖北的台湾民众在接受台北采访时表示 很多人急着返台工作 如果失业就什么都没了 谁都不愿意走上控诉这条道路 他说 蔡当局没有建立统一联系窗口 所有部门都在踢皮球 等待一个多月大家都非常失望 才会做出如此沉重决定 此前大陆方面原定于2月5号和6号继续派出四架班机 送滞留湖北的台商及台卷回家 但因台当局的阻挠双方协商关卡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早前表示 早在2月6号大陆就提出完整计划 但台湾方面一再以各种借口阻挡拖延 马晓光表示 民进党当局从来没把台胞利益放在眼里 大陆方面早已做好运送再恶台胞返乡的一切安排 这些台胞也在急切期盼等待